洛杉磯天使周五做客 多倫多蓝鸟 手感火烫的大谷翔平挡不住 全内打王对上每连三阵亡 大谷翔平第一局就先给Gossman一记 又外野杨春炮 包括前一天已经是连三打席开轰 蓝鸟的Chopman也忍不住 对自家教练大骂 还说大谷翔平是天使唯一能打的 但Chopman化爆气为力量 二局下半轰出杨春炮追平比分 接着蓝鸟三局下 六局下和七局下都开轰 而大谷在第三局时 被扳回一城的Gossman三阵后 没能再打出拳内打 更在九局上天使满壘优势下 大谷因为双腿抽筋 被迫下场 中场天使以1比4输球 不过天使队总教练 Nevin表示 还没想过要把大谷放伤兵名单 不止如此 现在还有消息传出 大谷可能会和天使续约 让这场刚披上天使战袍的 前白袜墙头Giolito 也很兴奋 能继续和大谷当队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